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摸上去特别的软 穿上还超轻 就感觉特别的有设计感 然后又有实用性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毛衣 而且Aresia她家的毛衣质量感觉都特别的好 还是值得入的 但是请大家关注一下她家打折以后的折扣 尽量不要正假入 因为她家的折扣还是蛮多的 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一款呢 那还是建议你看见她就马上入 因为有的时候她家的号不是很全 我跟我朋友都有同感 就是Aresia她家的衣服你是尽量要去试的 因为她家的号码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这件毛衣我穿extra small 但是其他的毛衣我就要穿small 然后有的衣服呢我就要穿media 所以她家的号就很不固定 虽然疫情期间就不鼓励大家出去购物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搞清楚自己的号码再去买 然后下面重点来了大家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很厉害那个东西 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 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画很面熟 对 没错 就是Aresia她家的纸袋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再现DIY一下 原来的袋子是这样的 所以再也不要把你们的Aresia的纸袋扔掉 真的是废物利用 因为在之前我也就是把这个纸袋 就是当做垃圾一样扔掉 因为它本身这个画它上面也写着的 是这个艺术家叫詹米2015年拍摄的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art 然后我们只是动动我们的双手 然后花了几刀买了一个镜框 就把它转变成了一个室内的装饰品 是不是特别的好呢 这个是一个摄影师在越南拍的照片 所以就是这两幅画啦 大家学会了吗 我买的呢是宜家的这个31厘米到41厘米的这个相框 但是我买完之后呢发现我好像又买小了 因为我这回的Arizia它家的这个袋子比较大 不像我上次的袋子比较小 所以这个镜框还是勉强放进去 因为大家看这边我也是裁了的 这边都是裁了 其实像上次那个袋子的大小 放到这个31到41的这个相框里 其实正正好好的也不用裁剪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的就是 我会把尺寸打在这个屏幕上 如果这个你的袋子是这么大这个尺寸的话 那就建议你买这个31乘41再大一个尺寸的相框 如果你的袋子呢是大概比这个还小一寸的话 那你就完全可以买这个31乘41寸的这个相框 我觉得虽然我买小了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画的话 它的精髓应该还是可以差不多框进去了 而且我发现Arizia她家的这个购物袋 这个同样的画的颜色还不一样 像这个这个画的质感啊颜色啊什么的感觉都特别的好 然后后来我又下了一单 后来的一单呢这个袋子里面还有东西啊 大家看这个颜色好像就偏暗一点 其实是同样的图挂 你们看这两个对比的话 好像就这个漂亮一点对不对 这个好像有点暗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来做 下面这两个东西呢 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圣诞礼物来送给周围的朋友 而且有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亲民 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啊 已经包好了 就是这一个杯子 它里面超级可爱的 因为我这个是打算送朋友的 我已经用那个透明胶给它包好了 然后盒子也都装好了 所以我只能把图片给大家放在这边 然后它的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 因为我这个视频不是在给任何商家做广告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我是在哪买的话 大家可以自信我一下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适合 大家刚才看完我用那个Aresia 它家的那个paper bag DIY成了一个挂画 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也想越越一试 是不是想马上搞到它家的那个纸袋子 然后自己也去DIY一下装饰品 我其实想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传递一个观点 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消费过剩的时代 很多东西它都是过度包装 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明明它非常漂亮 但是不得不把它当做垃圾扔掉 所以呢我希望我自己的话 平时在生活中看见一些美的东西 就能把它变费为宝 而不是一味的去把这个东西扔掉 还有还是那句话 就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视频宣扬的不是一种买买买的这种消费主义 我想宣扬的是一种 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再去买 不要被很多商家洗脑了 就我感觉现在YouTube上都充斥了一些 就这个东西你必须买 然后黑五了 这个东西打折了才2000刀 这个东西打折了才500刀 你一定要去买 你今天不买 你明天就要后悔那种 就不要被这些洗脑了 反正其实我觉得我 其实是已经有一点被洗脑了 但是因为我老公 他是一个基建主义者 我感觉他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而且我最近看了很多基建主义者的博主 就我真的觉得 我们已经被这种消费啊 这种东西洗脑了 有的东西我们真的不需要 但是就是因为打折折扣 所以我们才去买 然后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又有很多包装 然后又把它扔掉 然后破坏环境什么的 就是我没有理由去要求任何人去做什么 我只能是说从我做起 尽量都买一些自己 真正需要百分百贵用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小伙伴看我这个视频 看的开开心些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